青花瓷是用寒氧化骨的骨矿为原料 在陶瓷劈梯上描绘纹饰 在罩上透明用 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的又下载瓷器 由于骨料烧成厚橙蓝色 故成青花瓷 青花橙色浓重清脆 右面有铁锈板痕 俗称西光 原青花的一部分和名永乐 宣德官瑶所用青料均是这种 因为松麻梨青寒铁高而寒蒙量低 在适当的火候烧造下 呈现出蓝宝石般的鲜艳色泽 还会出现银黑色四氧化三铁结晶板 即铁锈斑痕 俗称西光 晕散是松麻梨青的一个基本特征 不论是哪一时期的松麻梨青 无论其成色如何 或多或少总是带有晕散 永乐 宣德时期的松麻梨青晕散情况 尤为明显随着松麻梨青的引进 中国青花瓷烧造史出现了 自元代末期青花瓷成熟以来的 第二次发展高峰 尤其是宣德时期的青花瓷 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 对民间称之为青花之王 但成话以后 苏麻梨青这种青料 很少在大批量引入 青花瓷中的青料 逐渐被回京等待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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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